像我們常常上節目 我也覺得說 針對一些工坊要提供給我們一些說 到底現在太多 但是我們必須要靠自己去收集資料 你們語情的工坊不給議員嗎 他有給我們一些 你們中央不是會有語情的 收集小組跟戰略的 但是他的訊息大概就是新聞 給我們一些連結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我們自己Google也知道啊 就是說沒有一些更深入的資料 我現在這邊就是有一個黨部語情嘛 然後語情就是訊息通報 然後什麼中央社的新聞 新聞自由即時心頭殼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一個新聞這樣子的連結的訊息 對啊就是新聞新聞新聞 那你有訊息通報嗎 有有訊息通報就是一些新聞的連結 高佳宇在秀給大家看 高佳宇在秀給大家看 可能子佳董事長是更高層 他有比較機密的 這個東西 但是我接到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新聞 你連結幹什麼 哈哈哈哈 我就接到是這樣 可能有分層級啦 有level的資分 我是比較 你不是VIP啊 我是什麼 我是比較 就是機密 可能是我自己機密都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在節目上 有時候我們講完對不對 然後回去人家就來攻擊我們說 啊你們這是黨裔 黨裔立委 黨裔 黨從來沒有告訴我我要講什麼 說實話我們講的都是我們的想法 像 這個禮拜三我在這個節目上 等等那我現在理解王世堅為什麼又打賭跳海了 那總都是失控啊 不是 那總都是失控 馬上收回 馬上收回 不是就像 那是後來發現失控了就收回來 你們看陳其邁說要教他潛水了 哈哈哈哈 你你上次說想要把胡祥輝看破壁 陳其邁說想要教 有他們事件 王世堅潛水 就讓我有一種怎麼相當雷頭 不是你作為一個作戰 重要的戰役 你應該有一個中央指揮部隊 過去有 你的每個成員都是你的部隊 那當然細節的分工可以再更細 可是你某一些戰略是確定要的 那像國民黨立委 我觀察他們常常某一個議題 他們幾個人在不同的節目上 他們會有一樣的講法 代表說他們是有一致性的一個談餐 讓他們說正對這個議題 我們要怎麼幫黨辯護或怎麼講 但是民進黨完全沒有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這個禮拜三在這個節目上 其實我們在討論韓國瑜的網路聲量 為什麼突然暴漲 那我當時就提到說網路無國界 這些突然暴漲的力量 可能也不只是台灣網友的支持 可能也有來自國外或是其他網友 因為現在網路你也不知道 這些支持者的聲量來自於哪裡 就媒體呢 反正我現在這個節目上講 任何一言疫情 你媒體就會開始跟我寫一篇新聞 然後呢就某一家中差媒體 他就特別愛寫我的新聞 然後他就立刻就寫了一篇新聞說 高嘉瑜說韓國瑜的網路爆紅 是來自陸網軍支持 然後就開始不斷的轉傳轉傳 然後變成說 高嘉瑜控中國網軍操控 高嘉瑜說網路這個五毛身手 禁PTT 高嘉瑜質疑說大陸網軍在網路帶風向 讓韓國瑜聲勢暴漲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節目上講的東西 就很容易被斷章舉譯 然後被簡化成一個說 高嘉瑜說韓國瑜的支持 都來自於大陸網軍 然後大陸網軍操控帶風向 然後馬上要去問韓國瑜 韓國瑜就說我不怕被貼標籤 我不怕被抹紅 然後某者就開始又紛紛到我臉書上 哦原來我們都是五毛 原來我們都是中國網軍 你們民進黨都不知檢討 只會抹紅抹黑 所以現在網路作戰是這樣 當我們在節目上講了一句話之後 馬上就被簡化斷章 局變一個標題 然後這標題不斷的擴散轉傳 變成原本不是我的本意 然後呢就開始大家說 哦你看你們民進黨都是這樣 今天輸了這些支持者 你們就說是中國操控選舉 那你這樣說民進黨這個選戰上 是不是非常的辛苦